最近呢 我们准备筹拍一部电影 找你来当你主角 是什么电影呢 这个嘛 我们得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像美国那样的电影呢 头子巨大 我们拍不了 而中国的电影 往往都是贯穿上下五千层的历史剧 我们没有古代的服作 而韩国的电影往往不输五官 但是日本的电影 不输一个房间 胡只想去很快 演员不多 剧本好写 所以呢 我准备找你拍一个 类质于日本男人的电影 有病 大爷 笑一个 导演好 最近呢 我们准备筹拍一部电 正在寻找女主缘 导演去省我吧 我演出今天可丰富了 像那个 花仙谷 郑王传 明月传 《三上三世》 《十里桃花》 这些我都没演过 但是像那个《花仙谷》 还有那个《锦胜未央》 这些剧主我都参加过 我给他们送过盒饭 但是导演 但是导演 我跟你说 我参加过很多别的拍摄 我肯定能演好 我什么角色都能演 行 那就正你了 真的 太好了导演 那您看 我们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 我们得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美国的电影呢 投资巨大 我们拍不了 而中国的电影呢 往往都是一些历史剧 我们没有古代的意义 而日本的电影呢 往往不出一个房间 却影响整个世界 投资小进场快 演员不多 剧本好写 剧本好写 我准备找你拍一个 类似于日本那样的电影 好啊 你不反对 你给多少片酬吧 片酬嘛 这个 流氓 二少爷 上一样 最近呢 我们准备筹拍一部电影 想让你来当女主角 怎么样 好啊 那你想拍一个什么样的呀 像美国那样的电影 投资巨大 我们拍不了 但是日本那样的电影 不出一个房间 却影响整个世界啊 所以呢 你想找我拍一个 类似日本那样的电影 是的 行 给我找活好的男演员 让你已经很久没有碰到男演员了 算大家也吓死我了 男演员这个问题你放心 我们准备拍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呢 是以夫妻二人日常生活中的趣事 为题材的家庭喜剧 男演员就是我 洗碗 洗地 什么活都会大 这你放心 嗯 怎么样 浪费了 我没感觉 点个蛋关注一下吧